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吃情人节 近期 一位开着好车 身边非洲靓女环绕的 华人霸道总裁范 抖音博主突然火了起来 动不动就是送房送车送金砖 我这还有一个小的 拿回去给小助理打个金线链吧 你怎么名 那多不好意思呀 没关系 金子嘛有的是 领入为黑人小助理包机搞团建 带美女打高尔夫到金矿淘金 视频都是带着世界小姐冠军助理 买买买逛逛的枯燥日常 近四个月就收获了上亿的播放量 本期榜榜带大家走进 王瑶朴实无华的非洲生活 这位老总就是王瑶 是肯尼亚华人圈备受瞩目的 视频博主非洲十年 王瑶曾就职于某大型国有企业 负责在非洲东部买民用飞机 跑遍了肯尼亚 坦桑尼亚 苏玛里等地 性格开朗 胆大欣喜的王瑶 在工作中发现非洲贸易的商机 依然辞职白手几家 做起了二手服装的生意 因疫情影响 闲下来的王瑶开始吸水短视频行业 这一开始就不得了 从2020年8月份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以来 截止到现在 共发布仅73条短视频 已经有256万的粉丝 和2000多万的点赞量 靓女黑珍珠 豪车超跑 慢慢买逛逛逛 话头一起就是送房送车送手机 通过戏剧冲突 王瑶成为在视频中 给自己塑造了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 由此非洲十年也名声大噪 王瑶也成了肯尼亚华人区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而视频中经常出镜的非洲美女团 其实都是王瑶的全职员工 平时主要是给公司拍摄产品广告 闲暇时刻转抖音短视频 这些小助理都到了来头 是非洲区选美比赛的冠亚军们 这些黑珍珠们 斗着魔鬼般身材和出众的脸蛋 对于这一点 王瑶毫不避讳 曾坦言 就算故事剧情再好 也需要漂亮的美女来吸引好感 而塑造一个成功的华人老总 也需要靓女的衬托 镜头感十足的小助理 比素人更放得开 现场背台词也是溜溜的 视频常常以 这是什么地方开头 跟着王瑶拍视频 除了丰厚的劳费 也是到处吃香喝辣 好 这两百万 在乌干达购买 超1200平的超级大别墅 王瑶带着五位小助理包机度假 拉到非洲草原去看动物大迁徙 常常被美女环绕的王总 经常被网友调侃 充分体验了一夫多妻子 甚至在一期下金矿的视频中 获得金矿主人送的金砖一块 真是羡煞众人 在非洲 假发就是黑色的黄金 豪气的王瑶也是经常戴着黑珍珠们 换高昂的真人假发 小孩子才说选择题呢 take them all for real? oh yeah take them all 看遍了华人在肯尼亚各行各业的生产线 王瑶在非洲的投资涉猎广泛 从酒店到农场 从轮胎到手机 在非洲这么多年积攒下的人脉 都成了王瑶的创作源泉 非洲十年这个名字 王瑶觉得不仅仅是代表着他自己 而是代表所有在非洲创意的草恨中国人 除了面对潜在的商机 为真心想要出海的中国人出谋划策 加速专心 下一步 他计划将这些小助理带到中国来 让他们体验真正的中国速度 中国高度和中国味道 做成双语视频 在非洲的媒体上进行推广 王瑶认为 非洲十年更像是在新时代下 中国人理解非洲文化的一个缩影 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来到非洲 利用新媒体扩宽信息渠道 加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 同时也为中非民间交流 提供了更多的窗口和桥梁